我们超过12点继续寻答 中午不休息吗 好来 请刘建国委员发言 我们中午有交便当 等一下发给大家 谢谢主席 本期要发言之前 我用我的时间 把那一天的那个聪明点 透过影片来播送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让影带来陈述那一天的过程会更精准 影带放完之后我再进行寻答 这个用我的时间了 OK来 可以 刚刚有的同事共同意见 要先确认 以open data结构连接各消费者资料 对于加持运用 由各面向作为消费者欠 且分析 一共商业消费力的趋势分析 医院科技运用和标开研判科技的技术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加强 医院创新医院科技的研发 及广泛的应用 请开启动 请开启动 我们工作被制作 虽然创新时会长进行 是 是 在这边 医院长 医院局部 麻烦医院长 鼓持一下 介绍 经济 这是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会吧 不协议下 不协议下 今天的包括内容 不打 不打 大家的意见 包括 广泛 广泛 大家的意见 广泛 中文 台下的对面就救台上发言人 谢谢 新闻 大家的意见 大家的意见 全球化 总体 充满 中文 外劳士 大家的意见 新闻 一 一 会长 会长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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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大 う F 桜 大 有望向前,在西澳,更多的女性,好好骗得到,在这种大门旁边之下,只用一个超大问题来,要来做面对。 我们在以后,要大门为一件表达出意。 我们对一句话,大家都会订给大家去表达一些,谢谢。 我们必须要有相关的情绪,而在这种大门会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当前西澳公文最大的责任,在意,就是大门的一件事情。 一个大门必须要有更多的虚弄力。 在朝阳就算是你15K都打不了了,我会做你的工作。 Tamon Vi Ч diyorum,你可以做任何一定要啊! 你可以怎么发生。 你一定要动作快,你一直不要进入了。 我根本了你走我的工作。 去处置幕了,街外场外学家拿起宽。 你来商购你合作什么呀? 我们行为你去处置幕与愿意讲公чит。 你为什么要 trabalhar让你介绍你好像好的努力? 你凶群到我的小孩呀 你凶和牛 真要群到我的小孩呀 请订阅理事长,张理事长,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请订阅理事长,这个美国爱国的女性 请订阅理事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请订阅理事长,这个美国爱国的女性 请订阅理事长,各位先生 我今天会排这个专案报告,其实是想要还原那一天的一些状况 我想很多人或许都会持续关心着新闻的报道 那也很多人跟我会一样,不看新闻的,我是很少在看新闻的 那这个袋子可能在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有爆出来 那我只不过再重复的再报一次,因为我会决定再报一次是因为市长刚才答复说 陈娇娃老师所提出来的意见也列入在共同意见里面 但是陈娇娃老师在部长在做这样的一个结论的一个报告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意义 表达说他的共同意见并没有纳入 而且他是希望再确认,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陈老师也特别强调说 大家把这样的一个共识凝聚起来 把这个会好好开 我想他们的出发点是善意 那今天现场不只是陈娇娃老师还有很多的环团的一些朋友 在那个会议的过程里面 我个人觉得啦 这些人,这些团体在一个地方表达这些意见 如果不被你们尊重 还是不被你们纳入在共同意见 还是说他们不能纳入共同意见 你们都没有事先的好好的沟通 还是照着你们原有的幻本在做宣读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很大的波澜 因为刚才次长所讲的 你有把陈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意见纳入 听他的意见之后去做大幅的修正 也把它纳入共同意见 但是陈老师的第一句话就讲不是这样的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前一天下午的会议是我主持的 那个陈娇娃女士她有发言 那么她发言 我们也有录影啦 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想办法调转 那个陈老师发 那个陈女士发言 她说她认为环平制度是要检讨 但是她反对我们所提的这个检讨的内容 她是这样讲 那我们回去 而且我们回去这个检讨完以后 我们就把我们原来的环平议题 就改成今天跟委员报告了 这样我们都是改成检讨检讨检讨 就是这样子 所以已经完全反映了陈娇娃女士的意见 所以是在当下的时候 你们也并没有人去跟陈老师做一个沟通 你们就是那个川志工背心的人 去跟他讲说请他不要骚扰 没有后来有请我们工业局的主任秘书 有跟陈娇娃女士 那后来也是在会后嘛 也不是在当下嘛 因为本来我跟委员报 我们本来是把我们整理好的东西 是直接po在那个powerpoint上去宣读的 所以上面可以看得到这些字眼 市长 你从共同意见改为多数意见 改为陈老师上面提出来 是改为在做文字式修正之后 改为检讨检讨 你看是这么答复我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当下确实在宣读叫做共同意见嘛 那没有错嘛 OK嘛 那我请教一下 你们针对劳工的部分 事实调整外劳和合配比例 严厉松绑外劳基本薪资的可行性 还有因应紧急订单 所造成的人力的需求压力 加班公室可适度调整 研议适度调整双绑工时 定期契约与之前解雇规范 避免过度限缩劳工派遣等等等 就针对劳工权力的部分 这几项是不是原本也列入在共同意见里面 共同意见前面有一个肯定的标题 后面是说明 我们把因为大家有 当天那个劳团也有代表在他们反对 所以我们把前面肯定的那个标题拿掉 后面研议的部分保留 是当天宣布的时候是改为研议 是 就是今天跟大院报告的文字 不是 但是那一天你们是把它列为共同意见 做报告吗 宣读就改过了 宣读的就改过了 宣读就改过 是宣读就改过为一样是共同意见 还是怎样 你们在宣读的时候 是在宣读什么 就是跟今天 今天的这样的 的东西 对 宣读为多数意见吗 把这个部分纳入在多数意见里面 我刚才讲 当天还没有改多数意见 над好 有关 累apan 我刚才会吐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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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